拿起麥克風陳時中凝重寫在臉上 因為一天一口氣新增23例確診 不只創下單日新增最高紀錄 也讓台灣確診個案突破二位數達到100例 那今天要來宣布大家確診的案例 那我們今天宣布23例 這幾天大概都是一個高峰期 不管壓力再大 這第一線一定要把它挺住 23例新增確診當中有21例境外移入 其中土耳其旅遊團 就增加了4例 等於全團15人已經有13人確診 三女一男目前掌握接觸者是171人 不過這還不是最令人擔心的 我們的一個比較擔憂一個是83個 83例去法國 94例去印尼 加重語氣特別擔憂 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案84法國級旅客 從12號抵台到確診 已經在境內旅遊景點趴趴燥 而案95有印尼旅遊史 待在社區的時間長 接觸的人多得難以計算 而案100沒有出國史 沒有接觸史 感染源至今無法釐清 今天大概是100例 而且隔離的 我們今天在我辦公桌上 好像還有幾例 因為實在是太忙了 還沒有批 今天早上都在整理 看這些相關早上的疫調 第二波疫情猛攻 突破層層防線 眼看台灣正在失守 現階段也只能加強力道 繼續奮力抗戰 記者宋和報導